把常用函数 控制项表单介面 这个后面我们都会举例子给各位 我们后面会有举几个范例 都实际的范例 让各位慢慢逐步的了解 这个部分呢 我会把补充的范例档案 放在云端 云端硬碟上面 那等一下会给各位 应该在你们讲义里面也有连接 你们就去下载 就去下载 OK那这边的话 后面还有讲到有关资料库的部分 那再来参考用书上面 这应该是你们讲义里面 应该也有的这个 就是书目部分的话 我之前用过的几本上课用书 我都有把它列在这里 比如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 什么 就是比你早下班 所以这个书名其实还蛮聪动的 那那时候用这本书 发现这本书 后来还蛮非常畅销 听说卖到缺货 OK 因为光看到书 书名就非常的让人家很心动 你到书店可能看到这本书 其实看不懂没关系 先买回家 至少这个比人家早下班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能够准时下班 其实是非常的快乐 OK 然后还有EaseL函数VBA其实很简单 还有资料库整合部分 那相关的补充资料 我想各位可以搜寻那个吴老师关键字 那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有蛮有很多的EaseL VBA的相关教学分享 也有整理的非常的清楚的一个连结 反正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上去看一下 那当然我们这个课程时间 时间时数并不会太长 在这么短的时数里面 我会把 之前上课可能一个学习上课的内容 尽量帮各位浓缩再浓缩 然后把最惊讶的部分交给各位 让各位可以在短时间里面 可以学到应该学会的部分 那至于说 有些 比较会有复杂的部分 我会再把 那个 影片的部分寄给各位 那 这里的话请各位 帮我做一个线上的问卷 这个线上问卷 我非常的简单 我只是希望知道各位的程度 还有 你最想要学习EaseL VBA的哪个部分 因为这部分关系到我们上课 的这个这个 你们想要学的跟我想教的 其实是一定会有落差 那我怎么可能 快速的取得 你们的相关讯息 那这里的话有个网址 等一下各位 请帮我填到你的那个 这个网址列上面 那特别注意 要注意一下那个大小写 X是小写 9K是大写 V是小写 E是大写 这部分 那这边的话点进去之后的话 大概有几个简单的问题 就是 第一个你的电脑程度 或者是说 这边 这边我在学习上面 第一个您的大名 给我一个您的名字 然后呢 自我一个简单介绍 你的一些背景 比如说 你现在工作上 可能会用到 VV的部分 是在哪一些 等等 电脑程度部分的话 让我知道一下 你是落在哪个部分 因为我想知道 我们这一班 大概都是 以哪部分为主 如果高阶 我就以高阶的方式来上课 进阶 那就进阶 那你 那你希望在 哪一部分为主 因为我们这部分有 总共大概有 三个方向 那这里的话呢 如果有其他你可以 再自行填写 那曾经上过课 选课动机 对这门课有什么期望 这底下就不用填 你就随便填一个 因为 这个是之前另外一个 班的那个 问卷 这应该 可以把它delete掉 另外呢 然后联络的email 信箱这部分 如果说呢 你希望在课后 能够接收 收到这个完整的 上课连接的话 那你就填你的email 信箱在这里 不过尽量就是 看有没有gmail的信箱 或者hamail的 尽量不要用那个 公务的mail 因为公务的mail 很容易就挡信了 就把我的信 直接丢到垃圾桶去 因为之前很多学员都这样反映 就说 老师你怎么没有寄给我呢 我后来一问才知道说 他是留的是公务的信箱 公务信箱好像都会挡 gmail 我不知道为什么 OK 如果说你有gmail 或者是你有 Yahoo 他没有外付的 不要公务的 应该都可以说 没问题 OK大概是这样 那请各位先帮我做 第一件事情 这个连接 那特别注意大小写 K跟E是大写 那做完之后呢 有时间呢 再连接到这边有个 下载档案的连接 那特别注意你想要记这个啦 记这个 goo. 你就网子列 前面不用打 就打这一串就好了 goo.gl omjw8 然后这一个 部分 打上去之后 就可以连接到了 我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你